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塔利斯卡在门前包抄 直接破门 这球恒大其实是有两三个点都可以打门的 谁都没踢着 就塔利斯卡碰到了 这个球太快了 王大雷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太快了 先是脚球开出来 这直接被顶出 然后在这些高点都在往前跑的时候呢 恒大获得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船 这一下有三个点 恒大的三个点在包抄 中间这个点呢是塔利斯卡 前点队友是冒了一下 后点还有杨鲤鱼在包抄啊 黄博文的传球吧 黄博文的助攻 塔利斯卡高高跃起 不如刚才那个球角度更刁 更歪一些 他不知道塔利斯卡怎么处理 还是直接搓 王大雷将球没收 这种球王大雷是好像不虚的 在球门的偏右侧的位置 试探了王大雷 一个是打的右下 一个打的左上 王大雷全部的判断队 全部的封出 塔利斯卡这边没有他任何左脚 起脚打门的空间 往里边给 直接射门 门前 王大雷连续两次 塔利斯卡这次赶紧的破坏界围 黄博文这边高点已经全部的落位完毕 就等着砸了 一排人 徐晃一位 直接一传 门前一砸 机会出现 球就这么近了 球近了 佩莱 你有狙击枪是吧 这边抬我的意大利炮来 佩莱是不越位的 队友都越位了 而且佩莱第一点踏上去他停了一下 他如果不停他也越位了 他停了一下 顿了一下 这球高林有点拖后了 高林稍微的有点拖后 他的拖后也导致了佩莱的不越位 就这一下 其实队友全都越位了 真是 这下强勉强的 你看鲁能还是靠这定位球 来了一个 你这 运动战打不出来 卡丹瓦罗也笑了 你这到底炸是不炸 你给个 这边传球 哎呦 这个球啊 你看塔利斯卡传的这个球就感觉不一样了 中间杨立鱼插上的射门 目前有点危险 转身的扫门 余汉超 这条大门被王大雷直接的化解 最后的一次机会 给了塔利斯卡区域一脚润一球的机会 嗨 这个 杨立鱼 被戴磷所放倒 戴磷的手上有一些动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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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危险啊 这个位置犯规 这是塔利斯卡最擅长的区域啊 王大雷这个时候得 加个小心啊 塔利斯卡先整理一下自己的运动装备 这真是球场比他最后一攻了 93分钟 能成不能成 就看这一下 这是要找最高的球员们过来组成人强 首先先得把这人强排高了啊 这个 第三个了吧 这是本上比赛第三个 上半场两个 塔利斯卡都命中了门框范围 而且其中有一条大的急剧威胁 差点进了 靠着王大雷的扑救 这次20多米是距离球门最近的 而且角度也是最舒服的 仗良不点 这球进的话就是绝杀 塔利斯卡出跑 好 左脚的打门 哇 我的天哪 还真进了 太准了吧 真国际球星也 没开二度 我的天哪 恒大球迷应该感到自己很幸运 他们拥有塔利斯卡 他们拥有这样一个外挂 塔利斯卡绝杀 直接任一球绝杀 王大雷也没有办法 太准了 太准了 恒大球迷应该幸运 那个近了六七米 这六七米足以致命 哇 太准了 太准了 塔利斯卡呀 当年在晚来恒大几天 可能就要去利物浦了 塔利斯卡 2比1 比赛也绝对的彻底的结束了 没有时间了 比赛最终结束 鲁能在客场 一场失利 目前恒大主场对阵鲁能的中超联赛比赛 六胜三平 保持不败